在全国上下万众一心 众志层层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 少数不法分子利用疫情名义 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性质十分恶劣 公安部快速反应 组织全国公安机关 依法从严从重 从快打击 设计疫情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破获设计疫情诈骗案件1.6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7506名 有力服务了全国疫情防空大局